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当地时间2月25日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专访中 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伯恩斯称 中国是比苏联还要强大的竞争对手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 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 美国人不想生活在中国人主导的世界中 他同时表示 两国不能离婚 必须共存 这关乎75万美国家庭的吃饭问题 伯恩斯在北京接受了CBS60分钟主持人莱斯利·斯塔尔的采访 当被问及中美关系是否是世界上最具竞争性的关系时 伯恩斯回答说 对华关系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 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 我认为今后10年左右也会如此 斯塔尔提到 冷战结束时 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的体系赢了 伯恩斯赞同这一说法 但他称 将当下与旧冷战进行比较是件有意思的事 苏联当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 它的经济非常疲弱 根本无法与我们竞争 中国的经济非常强劲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对手 一个比20世纪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的苏联还要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 伯恩斯说 当地时间2月17日 中国的经济和合作的领域 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 针对美国部分政客频频渲染炒作中美竞争的话题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9月谈及两国关系时表示 渲染竞争有百臂而无一利 寻求合作是必须而不是选择 事实反复证明中美核则两利 斗则俱伤 要跳出竞争对抗逻辑 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 寻求交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划出合作共赢的最大同心源 为中美两国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为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贡献大国智慧和力量 在阿拉巴马州法院发布了冷冻胚胎世人的争议性裁决后 前总统川普周五呼吁保留体外受精IVF治疗的机会 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写道 在我的领导下 共和党将永远支持建立强大 繁荣 健康的美国家庭 我们想让父母生孩子更容易 而不是更难 这包括支持在美国每个州提供IVF等生育治疗 川普称 像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 包括绝大多数共和党人 保守党人 基督徒和反堕胎的美国人 我强烈支持为那些想要一个宝贝孩子的夫妇提供IVF 川普呼吁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迅速采取行动 立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使人们可以继续使用IVF 法院裁决之后 阿拉巴马州的多家生育诊所都暂停了该治疗 川普的帖子标志着其罕见的就与生殖保健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 他一直避免对堕胎限制采取具体立场 只是说他支持将强奸 乱伦和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排除在外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标志着法院首次在受孕这么早的阶段 给予权力和保护 这项裁决并没有禁止市管婴儿 但州内提供IVF项目的诊所处于规避不当致死的诉讼风险而终止业务 该裁决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可能为美国升职权力的斗争开辟一条新战线 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部门在法院裁决后 敦促参选人对市管婴儿表示支持 民主党人则直接将阿拉巴马州的决定 与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的裁决联系起来 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希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唐纳德·川普要为每一项堕胎禁令 每一项对避孕的攻击 每一项对女性以及她们决定何时 以及如何组建家庭的能力施以残酷危险的限制负责 川普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的最后一个竞争对手海利表示 他同意胚胎就是婴儿 但不一定赞同法院的决定 海利在周三的一次采访中补充说 不同的是我对堕胎的看法 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以最大的尊重来对待这些问题 联邦政府预计将于周一推出针对网络伤害的立法 自由党承诺将解决网络危害儿童和未经同意分享私密图片等问题 司法部长将于下午就该法案召开新闻发布会 总理杜鲁多上周表示 政府即将推出的法案将侧重于让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更加安全 不会对其他加拿大人的网络活动进行审查 杜鲁多在2019年联邦选举活动期间首次承诺采取这一措施 但一项针对网上仇恨言论的法案在2021年提前举行选举时搁置 他承诺在新任期的头100天内重新提出 但未能如愿 这项法案预计将为新监察员解决公众对网上内容的担忧 将监督互联网平台的行为 很多人因为预约家庭医生的时间出现麻烦 因此会转向临时性的免预约诊所walk-in clinic就诊 但这可能会让家庭医生不高兴 最终可能会将你排除在他固定的病患名单上 Global News报道 在无需预约的诊所寻求及时诊断 对患者来说有时会有一些好处 然而 这种便利性可能会让家庭医生付出代价 因为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所以家庭医生可能会不高兴 甚至可能有理由拒绝患者继续在诊所内就医 多伦多家庭医生格拉奇尔表示 我认为患者或公众并不真正了解 当他们去免预约诊所时 他们的医生可能会失去收入 虽然解雇因预约而接受护理的病人可能并不常见 但这仍然是可能的 他说 这合法吗 被允许吗 绝对可以 在辛斯科社省和卑诗省 家庭医生的所得计算法被称为纵向家庭医生付款模式 这意味着医生根据工作时间提供的服务和患者数量获得报酬 在曼省支付系统以服务收费的方式运作 意味着家庭医生会为患者就诊期间提供的每项服务付费 在安省医疗保健环境包括多种付款计划 例如按服务收费和家庭健康组织 透过付方法 医生可以根据每位患者而不是每次就诊获得补偿 这些诊所通常拥有多学科团队 包括家庭医生、护士、药剂师和社工 无论哪种模式 若病患转向免预约诊所 家庭医生的收入都会受影响 格拉奇尔表示 如果患者在一年内多次前往免预约诊所 就医生的角度而言 将病患保留在客户名单上必要性就不足了 因此医生可以解雇该患者 将其从名册中移出 以更好的接收其他新病患 一名居住在多伦多附近的妇女就表示 她因到免预约诊所就诊 而受到家庭医生训斥 她分享经验称 2020年她患有胃肠刀问题 导致她感到不适 我很清楚那是什么 但我无法去看医生 因为那是周末 而我不想去医院急诊室 因为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 所以我去了免预约诊所 他们做了测试 并将报告发送给我的医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经公开征集评选 近日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新飞行器名称已经确定 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孟州 月面着陆器命名为揽月 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后 登陆月球成为中国人探索太空的下一个目标 随着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 全面启动实施 用于载人月球探测的新飞行器命名 也提上日程 2023年8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新飞行器名称征集活动 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共收到来自航天 科技 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织机构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近2000份投稿 经专家临选评审 将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孟州 将月面着陆器命名为揽月 新飞行器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 孟州寓意载人月球探测 承载中国人的航天梦 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程 也体现了与神州 天州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 新一代载人飞船 包括登月板和后续执行空间站任务的 禁地板两个型号 其中 登月板采用孟州外揽月 取自毛主席诗词 可上九天揽月 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 登陆月球的豪迈与自信 此前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已被命名为长征10号 目前 孟州飞船 揽月着陆器和长征10号运载火箭 已全面进入出样研制阶段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监制火箭 中火箭 写月 3% 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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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201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